好 你要跟柯文哲合 反正我重點跟柯文談的 都是談立委席次嘛 不是嗎 難道不是嗎 所以對於朱立仁來說 如果今天柯文哲跟我們合在一起的話 投票率會高一點點 也許我立委席次可以多一點點 所以朱立仁從頭有私心嘛 他是對柯文哲下跪 求你立法委員放我一馬 所以他才開始結尾 但是我要講 那簡平康因為還有個重點 就是說郭台銘 因為如果說這個柯文哲的民調往下掉 那他現在跟郭台銘 還有什麼所謂的合作的這個空間嗎 因為郭台銘昨天送交 103萬份的連署 照理說不是應該氣勢大漲嗎 然後前天不是又跟他一起吃午餐 那所以呢 現在郭柯之間有合作的空間嗎 這個趨勢圖就跟他鴻海的股票 趨勢圖一樣 持續破底 底部再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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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繼續破底 這是很難想像 一個人號稱拿到103萬份的 這應該是氣勢很強 對不起 只剩5.6 這第一點 第二點我覺得最恐怖的事情是什麼呢 以前任何就是我們說的 如果郭台銘跟柯文哲合的話 他們的數字會接近到賴清德 但是我看到數字非常可怕 是他們兩個加起來數字是21.2 連這個侯友宜都過不了 這是從來沒有發生的事情 以這個數字來看到 對於侯友宜他穩啊 原來兩個加起來還比不上我 你們去玩啊 我沒有意見啊 所以我回來一件事 我最後一件事 我要破那個柯文哲 他說他去見郭台銘 是要談那個什麼日圓 日幣貶值 我來破這件事情 我覺得那是一件非常搞笑的事情 來來來來 我只要講幾句話就好了 一句話就可以了 我們知道其實日圓貶值 對我們機械業確實產生影響 這是事實 這點我同意 但是你要做法是什麼呢 台幣必須貶值 所以這個台幣是要貶多少 那你說台幣如果漲的話 油價會漲嗎 我們是台幣漲的話 我們就買比較多美元 就可以買比較便宜的油價嘛 所以這個邏輯在這邊是不通的 就是你今天要對付日圓貶值 就是台幣要跟著貶值 台幣貶值油價會走高 所以我證明一件事情 柯文哲基本上來說 他見郭台銘 而且把密輝內容跟大家講 其實他在搏嘛 你們國民黨還是要來幫我嗎 可是我這麼說 最後一件事情 我也佩服好友 我終於見到他說話 像個爺們 講得多委屈啊 我們要放下自己 以中華民國未來為念 一起成就 然後2024年是交叉口 我跟你講 侯友宜這一招啊 又是對柯文哲開槍了 其實侯友宜在做 把國民黨等人再拉回來 所以換個角度來說 各取所需 但是柯文哲已經發現到 他以前想要狼吞虎咽 國民黨的選票 在這一次的戰役當中 他已經江山慢慢的消失掉 他沒有權力了 所以他竟然只剩一張嘴 市民黨新北市議員廖仙祥 被踢爆在戲紙的身上 佔用國有地 興建800坪的豪華莊園 還佔地當停車場出租 那廖仙祥昨天是 先行拆除了停車場的部分啦 來 正好怎麼看 他光拆停車場夠嗎 他莊園本身是不是也要拆咧 我先這樣講啦 這個昨天 我講整個大局喔 討論廖仙祥是一件事情 我想整個大局是一件事 就是我昨天寫一篇臉書 就是當然這個 因為吳云甲在現場 沒有點到名不代表不是重要 只是因為我認為有四大激戰區 吳征 蔡明軒 黃傑跟賴皮玉 這四大激戰區 如果 我不是說一定會贏喔 我說如果可以打到贏 包含非常多五五坡的選區 包吳云甲這邊 包含何柏文這邊 都會贏 那會讓民進黨的國會過半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激戰區喔 這是一塊 那吳征 蔡明軒跟黃傑 我們講很多 我們今天聚焦在這個賴皮玉這邊 也就是細子 廖仙祥的部分 廖仙祥我必須要這樣講喔 整個國民黨在細子 是有兩大家族勢力 一個呢就是細子的白家 一個是細子的廖家 四年前賴皮玉能在這邊贏 坦白講不容易 原因是一個 那時候民進黨狀況好 第二個 李永平是外地人 空降 空降 所以細子白家雖然有幫忙 可是廖家也就是 你不能說扯後腿 但是就大概大概 沒有太用力就對了 可是這一次賴皮玉 一開始就陷入苦戰有兩個原因 一個是空戰 一個是陸戰 陸戰廖家跟白家是完全結合的 因為白家一直沒有想要當立委的意思 他願意當勤勉克 所以現在廖仙祥出來 在陸戰是非常非常佔優的 空戰呢我也必須要講 你去跟廖仙祥那個人互動 他並不是個討厭的人 他跟延寬恆那種狀況有點不太一樣 我也不是說延寬恆是討厭 可是廖仙祥就比較疲倦 疲倦 可是廖仙祥是蠻斯文的人 所以在一開始賴皮玉遇到一個非常難打狀況 唯一見我們聖宫席一般是五樓加蓋 六樓到這樣文件 這個不是啦 這個算是已經Villa 這叫Villa 也不是莊園 莊園算是也是烏魯 這是Villa 或是resort 你說廖仙祥斯文 這也是斯文的霸道 可以直接在身上開啃 如何一層就把它皮扒開 那這個一般我們稱之為叫Villa 或是因為它是水質帶大 就可以叫resort 國外的度假村叫resort 一個水質不跟兩個 越講越高檔 對不對resort 那這個resort呢 其實我也解釋過 這是絕佳的風水嘛對不對 後有靠 前有報 後面有靠山 前面有水池聚財的嘛對不對 可是這個吳郭玉大哥很機車 他說這個倒過來看變枯 枯變枯嘛 他都講過 所以這件事情狀況是這樣子 這個東西忽然打下去 細止的年輕人有感覺 什麼意思 原因很簡單 我們之前在打顏寬恆的莊園的時候 殺戮地方那些當然有感覺 可是你必須要講 在殺戮住透天處很多嘛 你看到顏寬恆有獨鬥的 那感受不是很深嘛 細止是年輕人的耶 細止是北部喔 前清坤一輩子 買個錢賺三十幾瓶 室內十瓶十幾瓶的 就覺得光中藥主我可以娶老婆了 人家八百坪 八百坪 因為北部是房價非常高的地方 能有一個小窩就不容易了 誰有能夠在北部是有莊園的 不得了 旅肉 那是不得了的 那這是有相對撥落感的喔 這一塊 另外一塊喔 它涉及到不當得利嘛 就它的這個 這個 停車場嘛 對不對 它這個停車場 現在說一個月大概十萬塊嘛 對不對 它跟黃國昌不一樣喔 黃國昌那塊地是它的喔 只是它的那塊地是水保地 只能種田 它把它改成停車場喔 這塊地咧 是國有地嘛 對 占地為王 不是 這侵占罪 還出租 國有地我可以自己畫起來 變成停車場 那簡單我幹嘛上通告 我們也去畫一塊 我去重慶南路總統府前面畫一塊 大家經過全部給我繳通路 那個 繳過路費啊 沒有這種事的 你慢慢等了 我市政府畫一塊啊 我自己蓋起來 來 一瓶賣你五十萬就好 隔壁兩百萬 國有地就不能賺嘛 有個阿婆 把國有地拿來種菜 種完菜把菜拿去賣 阿婆都坐牢耶 對 被抓 對啊 國有地就別人的地 你怎麼可以把別人地來賺錢呢 這侵占罪嘛 對 侵占 所以你六千萬說現在把他拆掉對不對 他把他拆掉 都沒事嗎 這算是這個有 這不是要關嗎 法官可以列入量刑依據 那還是要判刑啊 那是不是有人放任 新美市府是在睡覺嗎 好 這一塊 第二件是你新美市政府 新美市政府 真的不知道嗎 這個Villa Resort 上面有一個匾額 上面寫農藥良香嘛 然後寫民國一百年嘛 還犯罪證據加化壓時間 對不對 就不是計存違建嘛 那民國一百年就在這邊 我就問個最簡單嘛 水電怎麼算的嘛 難道 接水電的時候他用假門牌嘛 對不對 42號嘛對不對 假門牌嘛 台水台電一點感覺都沒有嘛 應該要去斷水斷電吧 那搞了十幾年 你不知道這是假門牌嗎 門牌系統明明輸入就沒有啊 這是一塊 第二件事情 爆料者明明說這十年有不斷檢舉 新美市政府說沒收到 不知道 我跟你講喔 如果爆料者 我們現在檢舉就要1999 我們都有暗號喔 如果爆料者提出案 提供暗號 或是爆料者跟明代檢舉 明代發會堪信 要求新美市政府到場 新美市政府拒絕到場 那這樣一槍斃命耶 你懂為什麼就是 在新美市地震局說查無紀錄 對嘛他們說沒有嘛 查核紀錄嘛 那如果呢 有發會堪通知耶 你懂為什麼 因為正常人 不是正常人一定是這樣嘛 我看到違建 哪有那麼人無聊 看到違建 跑去跟週刊爆料 沒這麼險惡吧 一般先打1999嘛 對不對打1999 1999不理我 就跟議員嘛 議員就發這個會堪通知嘛 發會堪通知 再沒辦法處理才會有到 走到週刊爆料嘛 對不對 如果中間都有咧 而且這存在十幾年喔 對啊 100年到現在啊 對不對 十三年啦 對不對 所以這些東西我坦白講 後面還有案子嘛 是 如果有議員拿出會堪 會堪通知 新北市府包庇怎麼辦 要不要下台 好 廖縣翔 雖然呢 昨天先行拆除了這個 停車場的部分啦 但是佔用國有地是事實喔 那別墅本身呢 照理說這種新違建 是應該要急爆急拆 來 瑞德哥 那新北市府到底是一個 什麼樣的態度呢 還是說呢 是因為他議員的權力很大 就啊 這是所謂的放任跟縱容嗎 我們對這個 所謂的違建的態度 都是一致的 不管你是哪一黨 那個 當年還記不記得 要選政府總統的時候 屏東蘇嘉全 他的那個農舍 豪華農舍 最後他捐出來嘛 捐出來我們要求他處理 那他就會把整個捐出來啊 那麼同樣的道理 那麼包括啊 這個台中的嚴家 嚴宽恆 他們的招待所 跟他的豪華的這個 比如說別墅啊 我們也是用同樣的 這個相關的標準呢 那麼解釋他 時代力量的創黨主席 黃國昌 在汐止山區的 那個所謂的停車場 占用國的地水源地 然後包括他們的違建 我們也是同樣的這個標準啊 我就不懂為什麼廖家 在汐止山區搞這麼大 你新北市政府 這麼多年以來 很奇怪 新北市政府看不見 為什麼你會看不見 我不懂為什麼會看不見 800多瓶耶 全台灣所有不管各縣市 我告訴你 在2006年開始 所有的所有的違建 不管你是哪一個縣市 2006年以後的違建 就是急爆急猜 全部都是這個相關的新違建 有人檢舉了就是猜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道理好講 很簡單 以前的違建是因為太多太多 幾十萬件所以沒有辦法嘛 所以後來我們有分不同的階層 我們分兩個年代 然後給你一個緩衝的空間 不是你的違建就合法耶 你還是違建 只是說暫時不猜 我們分為兩個不同的這個相關的這個時代嘛 可是2006年以後 沒有什麼好講 對 更何況這麼大這麼大這麼大 對 我問你嘛 好友宜當了六年的新北市長 然後呢 包括這個應該算五六年的新北市長 然後包括這個朱立仁當了八年的新北市長 這個沒有意外的話 從空拍圖就可以看得出來 2011年以後才有這些東西嘛 對 你們現在是政府是怎樣 睡去還是沒有政府是嗎 而且新北市他們不是有空拍機嗎 你不要忘記一件事喔 還記不記得在新北市有那個在山區爛肯那個蓋廟的啊 你們都可以看得到 奇怪你就看不到 因為他們有議員的身份嗎 是這樣嗎 我們今天評論不是因為他是國民黨的這個立法委員 或者是說什麼他民調多高多少 這個我都沒有意見啦 我都沒有興趣啦 我只是不懂為什麼 為什麼他可以這樣做 剛剛正浩講得很好啊 如果他可以這樣做 為什麼我們不能這樣做 我們來黏一塊 我說拼乳嘛 我也給你買一個上千瓶的八百瓶的 三區不值錢的然後跟你搞成這樣 那你也不准給我拆 為什麼因為跟他一樣啊 好廖家對不對 父子先後都是議員 我就不懂啊 你們這幾天的發言啊 通常政治人物遇到這種事情啊 除了上一個那個時代力量的黃國昌之外 他說我是法律人 你是法律人你還知法犯法 所以讓大家那個一直頂一直K嘛 K到後來拼乳摸的 被要被處罰了以後呢 拼乳摸的把這個違建拆掉 還讓鄰居都因為這樣被迫跟著拆嘛 就是這樣子嘛 我不懂為什麼他都不用 還有他們家人的態度 我覺得其實影響最主要的是 他們廖家人的態度 你怎麼會是這種態度 我問你一件事 如果像廖先祥他們所說的 他們都都沒不對 你正是在拼乳摸的嗎 你昨天為什麼要猜 你昨天為什麼要猜 我問你嘛 你家都沒有錯 你家都完全都OK 你家都是別人陷害你們 都是別人誣陷你們 都是名嘴在講一下 那我問你你為什麼要猜 你什麼都不應該猜才對啊 你還是猜啊 猜就是有問題 不然你幹嘛猜啊 我是合法的 不然我幹嘛猜呢 不是這樣而已啊 那個建築物啊 這麼大的建築物說要補正 你不要給他鬼扯 那個賴清德他家的那個什麼礦工 你不要給我鬼扯那個 你先面對你家的 錯就錯 鬼扯東鬼扯西了 錯就錯錯去面對 看要怎麼面對是自己要猜還是怎麼樣 現在新北市政府的更有意思 如果這不是包庇 就是無能很簡單 就是賭職就是失職 為什麼 因為你看不到 民族與茶秋好 新北市誰誰誰怎樣 你都知道 他們家的你看不見 今天新北市四百多萬的這個 那個相關的市民啊 大家新北市房價越來越貴 大家一三十歲 趴出去一趟 誰人來賺錢啊 頂樓加蓋 有些人來賺錢啊 就來鐵就來農啊 一般人頂多一小塊範圍而已 老百姓你們對待老百姓是這種態度啊 然後你們對待他們家是這種態度啊 對 然後說沒有人家賺錢 欸奇怪 媒體這幾天去訪問 人家說他們檢舉很多次 好奇怪 竟然說都沒有檢舉了 你看老百姓跟附近的民眾都你們不對 為什麼 你們沒檢舉啊 人家沒有借貨你們檢舉啊 沒檢舉 所以你新北市政府就不知道 我告訴大家啦 新北市政府連在各公墓都有拍照 為什麼 怕有人那個爛帳嘛 那個土障爛帳都有拍照耶 他們都知道哪一個 你如果真是頭大他對不對 他們都知道耶 竟然看不見 然後好 空拍機啊 飛不到那邊 問題在這個地方 你看不見 他在蓋的時候這麼大的莊園 他弄得很漂亮嘛對不對 我問你 他在蓋的時候 當然那個殺死車 有沒有進進出出衝想 你都不知道啊 你都不知道 是沒有政府啊 我說不是包庇 就是失職就是失能嘛 所以這件事情 絕對不容許這樣子 因為 特權兩個字 就是特權兩個字 很簡單 除了特權我想不出 到底我有什麼緣故嘛 是誰在包庇 還是是誰故意睜一隻眼 睜一隻眼嘛 那個 郝友宜說啊 依法辦理啊 那我想起的那一位 家裡本來也有這個違建 那裡說 我是法律人 所以依法辦理 他也是這樣講啊 你們如果有依法辦理 為什麼 十幾年來他們家可以這樣 都沒有人知道 都沒有人這個 大家會講說 要蓋成這樣怎麼樣 要有什麼 要有錢啊 要幹嘛 我告訴你 所有的資本裡面呢 土地取得的價格最高 尤其在雙北嘛 他們家可以這樣 各位新北市民也好 還有各位 鑽台灣所有的觀眾朋友也好 我們可以去山頂 佔一塊地板 都沒處理這樣嗎 可以嗎 為什麼你們不行 為什麼他可以 所以你要給個交代 還有再講一遍 如果沒有違法亂記的問題的話 為什麼昨天要拆 還有沒有違法亂記的話 為什麼新北市政府 現在才突然間想到 要他們家補證 否則要花錢 花那区区六萬塊 光棄這些儲 光棄這些土地 天啊 還是我們這幾千萬幾千萬 如果說真的是依法行政 那怎麼會讓這個廖家的莊園 看起來是越漲越大呢 我們看到從過去的行測圖當中 包括那個石頭說2010嘛 那接著是看到2018年 那接著到了2023年 哇範圍越來越大 而且越來越 每輪每換 來傑明哥 我們看到這種情況 逐年長大的 他到底有犯了哪些法呢 這個佔用國有地 那再來水電這些 又要怎麼算呢 在新北市 議員分兩種 不是每個議員的權力都很大 像比如說民進黨的議員 只要是他提出任何的建議案 第一個你要會堪 沒有會堪 你要地方補助款 沒有地方補助款 你有什麼意見 如果官員幫忙的話 直接掉到18樓 神秘的18樓 大家去體會 就被修理 所以換個角度來說 如果今天你是站在 這個所謂的侯友宜 或者是這個新北市長的對立面的 對不起你沒有權利 你只很努力的要求去做會官 比如說賴品瑜現在選舉很辛苦 賴品瑜他要做一個會刊 他曾經一個會刊 連續四次叫官員過來 官員都不願意到 這樣喔 直接不用科技 對 那甚至你知道在這個新北市 還有那種十字路口有沒有 那個斑馬蟹劃到一半 然後地方的議員說 你可不可以請來會刊一下 結果在議會裡面 直接議員跟交通局長 直接在議會對罵 而且在議會裡面 最後交通局長 還嗆這個議員說 我要告你 所以這樣講 這個所以在新北市議員 要分兩種 那你說 那像廖仙祥這種是屬於哪 他是地方的 地方的 土霸王 地方之霸 土霸王 對 侯友宜要選票 要開門 白家廖家來幫忙 侯友宜要開發什麼土地 要白家廖家來這個同意 那侯友要做什麼政策 這些人要同意啊 而且 所以這種就真之眼 閉之眼就對了 這才可以放任這麼多年 這叫做遮天眼 你要知道 其實我們任何地方政府 任何地方 定時都看衛星照 好你周圍的山林保護地 特別是細紙 這邊是屬於地質敏感區 隨時都會拍照 好那剛才講 這土地面積在面大 每次拍照的情況下 第一個我要說一件事 先跟大家說明一件事 你現在所看到 這些都已經鋪上綠地草地 可是在開挖的過程當中 肯定不是這樣子 比如說你要挖這兩個水坑 這兩個水坑是越來越大 我估計一開始這個水坑呢 是要生活廢水 可能小小的 後來發現到 這個不錯景色優美 結果越來越大 天啊 你竟然在保育地 森林地裡面去開花 這麼兩個大的水池 止光這件事情 一般的地方政府 絕對不容寬戴 這有刑責問題 這有刑責問題 因為山林保育地 你不能開發這麼大的一個 一個所謂水池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在開發過程當中 不可能馬上 就有這個水池 它一定是那種就是裸露在外的 這個所謂的黃色的土地 我們從這個角度看 這邊是綠色盎然 它在蓋這個房子的時候 這個草坪是後來有的嗎 這一大片幾百坪的地 一定是土灰色的 你空拍一定看得到 地方政府看到 細紙敏感地區 有這種大的 這種土地在蓋挖 一定知道 他這應該要完工多年了 2011年 因為植被都已經做得非常 對 沒錯 那就是朱立倫擔任市長 侯友宜當副市長 但是您剛才所談到 2018年2023年 對不起 那時候已經侯友宜 這篇我在我臉上有貼 馬上很多新北市民 就貼了很多小新聞 在新北市有一對夫妻老夫妻 他的房子因為部分違建 要拆除 結果他們是以他們生命 跟新北市抗議 這樣喔 只是一個部分小房子被拆而已 這是攸關整個 細北大家庭 因為這邊是山坡保育地 好 我們這樣回到一個 很現實的問題 當然權力很大 權力大到新北市可以鬼遮掩 我們這樣說喔 你今天只有保育地 這急暴急差了啦 這是第一點喔 對 你是保育地喔 又這邊又是水資 急暴急差 那廖仙祥看起來是 還想拖嘛 來來來來來 還想拖是不是 出來罰則了 出來罰則了 我看完這罰則的時候 我昏倒先休克 罰則多少 六萬 六萬塊 還給你時間去處理 那划算啊 好 不是 六萬塊是低標啦 沒有 你這麼大塊土地 沒有六萬塊啦 前陣子有一個 退休的教授 也是做了一件事情 然後也是蓋房子 直接抓去關四個月 直接關四個月 一般人就要抓去關啦 那廖仙祥這個不知道 六萬塊 你說六萬塊 我這樣講有沒有 有沒有很很 對他這個 我們說那國民黨 好像講國民黨 今年八月份 有發生事情 發生在桃園 桃園地區 對不起喔 罰款是30萬 而且呢 還說喔 你有涉及行者喔 五到十二年 一樣 是在山坡地 然後沒有做水土保持 然後那個 剛剛那個水池就是 不是水土保持喔 那個水池是水土保持的破壞者 好 我最後再跟大家說一件事情 新北市政府 也不用會看 這個是直接怪手 就直接拆了 這還要客氣什麼 第一個他旁邊是有道路的 這個進來很容易拆 第二件事我們說的所謂的 你說這種所謂農舍什麼東西 基本上他要採用是坡砍 坡砍意思是什麼 要嘛你就是用那個 所謂的泥土包啊 泥土一包 那就是一塊塊的石頭 不是耶 它是水泥做坡砍耶 水泥做坡砍耶 這個 對不起 只光這一點你就要拆了 因為這是保育地 第二件事他蓋了那麼多水泥土做馬路 這個當時在講洋寬緩的時候 就已經講了啊 所以我們嚴肅的討論這個問題 你覺得新北市有沒有放縱 對 答案很清楚嘛 那你覺得新北市到現在還沒有放縱 當然有啊 鄉中案子 憲法30萬 一個月之內 全部拆除 不拆除 我們立刻去處理 好那回來一件事情 為什麼他可以鬼遮緣 第一件事情 他現在立法院很 立法委員很強啊 地方都不用跑嘛 因為地方勢力很大啊 然後呢 陸戰空戰都很強啊 對侯友宇來說 新北市多一席立委多好啊 為了捍衛這一席 所以廖新強很低調 他基本上他沒有很大的那種曝光度 鄭魯芬更厲害 你知道嗎 他的任期之內 土地從19筆變成103筆啊 哇 他 你知道西北不是一個有錢的地方喔 他可以房子一個個蓋 你知道他在立法院的時候 他報他的那個 他的那個財產申報 你知道多少嗎 一般我們說 我們說我們有一兩億就很了不起 對 他只光報一個數字就10億 10億喔 一種數字 我還沒講到一種數字 叫做債權 債權就10億 對 你就可以知道 鄭魯芬 西北不是一個有錢的地方喔 而且在 你知道有線電視喔 西 就張北的話 一戶200塊 但是到了這個張南 就是他的西 西北這個地方喔 一戶要540塊 你知道 他是一月 540塊一個月 但是彰化北部 是200塊一個月 他們叫做日進斗金 所以我們這樣講 其實這些所謂的土壩 不論是我們說的 台中的這個 炎家 或者彰化的謝家 這些人 你注意看 他們都共同特色 就是他們有辦法用最 人家不能蓋房子的地方 他就是有辦法蓋出來 而且重點是 當地的政府 全部鬼遮天 因為天眼都在看 是 嘉凱議員 先想他說我同事 也是我們國民黨團書 他個人真的如正好所說 非常斯文 而且做事也非常低調 但是這件事情 皮開來說 這件事情因為 不管怎麼樣看 我之前在市政府服務過 所以剛剛傑民哥也有提到說 好像民進黨議員 要資料會看到 其實我們回應最多是什麼 民進黨議員 因為他們提案最多 最長就來所知的就是民進黨 所以我回過最多 我以我的經驗 好啦 回到廖先想 那他可以很低調很斯文 結果卻是可以暗地裡 在蓋庄園 我覺得這件事情 就回到我們講選舉 選舉到了 不忙什麼 爆料 祖宗十八代 私密造型都出來 但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必須說 既然爆料 那我們就是正常態度 正面的態度 積極地去處理 可是這是要接受檢驗的 他要選立委 不是嗎 檢驗的 但是雖然這是上一代的事情 上一代的事情 但是他來承擔 2010年怎麼會上 上一代 他爸爸 他爸爸做的 他爸爸幹的 但是他來承擔 他有這個gas來接受 所以他看到什麼 他停車上鐵皮拆了 而且他針對 為什麼他會昨天去 我先幫他解釋一下 因為別人說他800均 都會侵占 但是侵占國有地的 只有什麼 半個池塘 所以他今天也會在 半個池塘 半個池塘的部分 對不對 而且也不像大家爆料所說 也不是土質敏感區 也不是保育地 你說這塊地是他的 佔國有地只是一小部分 你意思是這樣子 對 怎麼沒有門牌 這我不知道 這我覺得反正 新北市政府 我覺得他們一定會秉公處理 對每個違建 侵占國有土地的東西 他們要怎麼改善 要怎麼補建 要怎麼拆 我覺得都是照著他們的行政流程 去處理 而且我們看到 廖先想他積極地去處理 這個態度 我覺得要給予肯定 他想要補證 他第一時間是告人 他都有做 但是我覺得身為工作人 因為我們知道 新北市違建的東西 有18多萬件 但是身為工作人 我們就是優先處理 這應該要排到前面去 他優先處理 他先拆 他也會陸續 他跟我說 他陸續鐵皮 那些他都會處理 針對土地上的違規 他也會來處理 庄園部分 他有說要怎麼處理嗎 這個要問他 但是我說 就是該怎麼做 就怎麼做 但是他就是 真的有在處理 但是我覺得 大家都放大已經看 尤其他對手 怎麼可能放著 眼睜睜睜讓這一次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這件事情 尤其身為工作人物 對不對 你是議員 絕對不可能 其實主要 就是類似像這種 比如說台中的嚴家 之前其實就影響到 立委選情 現在國民黨 現在是比較有自信 對不對 覺得是不會影響到 他們的立委選情 廖先生可以繼續這樣拖 然後新北市府 是也在縱容嗎 因為新北市府的態度 也很奇怪 他說這件事情 一開始是綠營爆料 可是我們也知道 這是週刊爆料的 對 這是週刊爆料 而且廖先生 我說真的 剛才佳凱講的 就是把他推到他爸爸 是合理的 因為他爸爸犯罪 也推給他兒子 就要先想 為什麼這麼講 他爸爸是收會的 他爸爸收了30萬的會 他們家不只自己蓋違建 而且官說違建 收了人家30萬 人家法庭在當場 問他爸爸的時候 他說沒有 不是我收的 是我兒子 你要先想做 所以爸爸犯罪 推給兒子 所以現在兒子的豪宅問題 要選舉的 推給爸爸 剛好而已 所以他們就是家族 但是我要跟廖先講講 第一個要跟廖先講講說 嚴加 人家至少嚴加 嚴寬恆 很guts的 直接拆掉 對 你繼續選下去 我沒有意見 你告什麼媒體 媒體爆料 明明顯顯 就是違法 你不對你違法的事情解釋 你只會告媒體 你不對你的選民交代 這多危險 細紙就是一個河谷地區 他如果發生土石流 是細紙居民在受害 結果你還要選那一區的立委 你自己家裡就是違建 你還不斷地去官縮違建 你這樣的人要選細紙的立委 細紙的人看得下去嗎 第二個要講侯友宜的問題 你到底有沒有包庇 如果你有包庇這麼多年來 你視而不見 你不處理 結果你今天被人家發現了 被人家檢舉法六萬塊 這個大家看得過去嗎 黃國昌也要選立委 民眾黨的立委 人家至少說我要拆 你至少廖先祥 對於你家違建問題 要不要拆的問題 你先表態 黃國昌至少一定有guts 他也要做民眾黨的立委 所以所有人都一體來檢視 到底是不是違建 如果有違建就拆嘛 就像鹽框的那樣子 就拆嘛 你一定會檢到 如果你不拆 今天就會變成是 你選舉裡面 最後的一個壓力 大家都同樣的檢視的標準嘛 所以今天還要檢視的是侯友宜 這個中間過程 你到底有沒有包庇嘛 如果你有包庇 我直接講 都不用什麼方法了 這個案子 你乾脆讓給柯惟哲選好了 藍白直接整合 侯友宜不用選了 如果侯友宜 新北市政府 你這個案子不處理 你繼續包庇廖先祥 我直接講 媒體講到年底的時候 你不一定 不只你不用選 你連藍白出選 可能連民眾黨都開始打這題 你侯友宜包庇嘛 所以你乾脆就讓給柯惟哲選 不是嗎 所以藍白整合的侵畸 不就出現了嗎 所以廖先祥這件事情 絕對不是只是一個選區立委的選舉而已 而是要檢視你總統 做一個後總統候選人 你在新北市市長 你到底有沒有嚴格執法 所謂的山坡地保護的問題嗎 細止人的安全問題嗎 對的確 我們看到國民黨的這個地方議員是這樣子 還要選立委 另外我們也注意到 現在在中南部的地方 除了這種 戰地為王 再來是有可能是黑道或是流氓嗎 為什麼民進黨的台南市議員 去參加攻擊的時候 被李全教架脖子怒斥三分鐘 這個議員已經提告了 那這個李全教實在太囂張了 你知道嗎 那個是在人家家計的場合 家屬都衝出來看 你完全第一不尊重家屬 第二他囂張到什麼地步 他是對著這個議員罵 為什麼 因為他說你憑什麼罵我是什麼什麼 黑金啊 會選之類的 我請問一下 他有沒有因為議長會選案入獄過 有沒有 就明明有嘛 然後這個議員後來有講說 他之前就先警告他說 一直說我要給你好好看 果然居然就是在這個 佳計的這個現場這樣子 那我請問你 台南什麼時候變成這個樣子 那你這個李全教 你還是立委參選人 那我問你啊 如果他選上立委那怎麼辦 你看看 國民黨擔那個議員 我還是要講一下廖先祥 我不客氣要跟家凱講 他做什麼秀啊 他猜什麼 他猜停車場上面鐵皮屋 對不起 不是停車場 他只猜國有地上面那塊 可是外面的地方是保育地耶 請問一下保育地可以嗎 你可以站嗎 不行耶 那是山林保育地 那是綠地耶 然後第二 你知道嗎 他你剛剛說他不是什麼 土質的敏感區域 可是對不起 為什麼他所在的那個東山區 之前常常山崩耶 那跟這個到底有沒有關係 那第三我請問一下 你憑什麼 你還在水源取水區的上頭嗎 那你要大家喝你這個廖家的糞水嗎 請問一下你們的交代是什麼 第四你說你們都秉公處理 八百坪 然後你們的態度是什麼 那新北市政府說是綠營爆料 我就比較一件事情 賴清德他們老家那個是公寮的 幾十年前的公寮的 你們當初新北市政府是什麼態度 發新聞稿啊修理啊 是不是到處放話 今天要講什麼態度 沒有人檢舉當地居民說我們好多人檢舉啊 沒有用啊 然後呢再說是綠營爆料 然後秉公處理 秉公處理什麼 依法處理 嘴巴講講開罰六萬塊 排拆 排拆到何年何月 那這件事情 是從這個朱立倫到侯友宜時代 對 我請問一下 如果今天是民進黨 違法 那不得了 這個 我可以讓你2011年到現在嗎 不得了了 我告訴你天大地 那翻成什麼樣子了 最後我來講 你也有夠一點 對啊剛剛講 老婆推給兒子 現在兒子推給誰 推給阿公阿嬤 阿公阿嬤沒有讀書啦 2011年蓋的違建 秦偉要跟阿公阿嬤什麼關係 然後你這違建 怎麼從這個豪宅 就是叫你們韓國瑜所說的 長高長胖 魚池 然後到時候越來越大 然後停車場什麼都有了 然後那個綠地越來越少了 那到時候你們做做秀 拆個鐵皮屋就好 然後這些保育地怎麼辦 然後你的污染水源怎麼辦 完全閉一隻眼 那侯友宇在想什麼 我贊成易戰所說的 如果你連這個案子 都沒有辦法處理 我必須要講 你侯友宇 你不只是包庇場 你在新北市場落跑 你變成什麼 你是把戲子當作垃圾山嗎 你們可以這樣處理嗎 你碰到同黨的議員 然後就完全這個縱容 就縱容嘛 完全上任 那你是為什麼 為了要廖家的地方勢力嗎 然後總統要來支持你嗎 或者立委多一席嗎 可是為了這個一席 你會掉到 賠掉整個形象 然後你就自打臉而已嗎 我們就看到 什麼叫做嚴重的雙標 那我這裡面要哀嘆的就是 戲子人 難道要繼續讓這樣的家族 繼續這樣做下去嗎 然後你們比嚴家還不如 人家嚴寬好歹 對不對 小三貓開進去 還真的拆了 你今天拆拆鐵皮屋做做秀 選擇性的做秀 其他糊弄糊弄 還甚至要告人 我覺得 國民黨四大家族 惡行惡狀 如果今天國民黨 一直在抨擊民進黨 可是指責看看自己 民進黨有這所謂的四大家族嗎 敢這樣做嗎 那侯友宜 你的總統路到底要不要下去 談談這件事情 你不只落跑市長 而且你就是一個暴斃的市長 國民黨被踢爆 在新北市有廖家 在山上有大莊園 那民進黨今天也召開記者會 說國民黨四大家族 在各地是不是都有所謂的大莊園 他們的錢哪裡來呢 我們的這個民進黨 彰化立委參選 吳殷寧來到現場 殷寧在彰化 是不是有所謂的謝一鳳的謝家 那他們是不是有所謂的大莊園 那那個莊園 是一個什麼樣的情形呢 我們知道這個彰化謝家 在地方是已經40年了 所以光在西州鄉 他們的房子就是數不盡 光這個他們從謝岩信 他的阿公謝岩信開始呢 就謝岩信就蓋了大樓了 所以那個他們現在 比如說這個謝典林跟這個謝一鳳 他的聯合服務處 他是一整排的房子 就有八個門牌號碼 那只是其中的一棟 他們的聯合服務處而已 對因為謝家在謝典林當議長 已經15年了 那我們現在最近發現呢 謝一鳳當選立委之後的隔一年呢 他又取得了一大批的土地 就在這裡 西州的街區 西州街區精華地段 600多坪的台塘的建地 這個建地呢 我們就是問說 怎麼有辦法 你是透過什麼樣的方式呢 露林開發公司呢 以什麼樣的方式去取得 這個600多坪的台塘的建地呢 第一 在台塘的董事會裡面 完全查不到相關的紀錄 第二 在這個公開標售的土地紀錄 也沒有 今天我們開了記者會 公布了這樣子的一個四個門牌號碼的 這一個新的豪宅 尤其大家看這個豪宅 叫做什麼公主城堡是吧 對公主城堡 尤其你要想像喔 這個豪宅是在西州鄉 在我們彰化的西南角 彰化的西南角是一個農鄉 偏鄉 他十個鄉鎮裡面有八個鄉鎮 都是被列為偏鄉的 那你剛剛說那個土地是 台塘的 台塘的土地 產權在台塘 他現在就是說 他買了 買了 變成謝家的了 他從這個露林公司跟台塘 不知道以什麼方式 買了這個土地之後 又轉賣給謝家 那你說沒有買賣紀錄嗎 沒有我們現在查不到 任何公開標售的這個紀錄 所以我們就問說 立委 憲任立委 謝伊鳳你應該出來講明白嘛 那他有回憶 土地怎麼取得的 對 他就回憶說 我沒有官說 那你沒有官說 他只說沒有官說 對 你要告訴人家 為什麼別人都拿不到 就你們家可以拿得到 這麼大的一大批土地 然後蓋成你們家的豪宅 蓋成你們家的城堡 他們家是財力經營嘛對不對 他們家財力當然是非常的經營 因為他們40年在地方 他們等於是透過有這個公職的位置 他們家的財富累積是越來越多了 他們家不只有第四台 他們有營造廠 然後他們有瓦斯行 然後他們有建設公司 然後他們當然還有餐廳 公關公司等等等等 非常多的集團跟企業 也有最先開始不能說的行業 那這樣子的累積財富的方式 我們要說的是 你透過公職的位置去累積你自家的財富 做任何的公共的職務 都應該是為了去發展地方的產業 可是你現在在整個彰化西南角 沒有建設也沒有發展 現在年輕人要逛要買一棟房子 多麼的辛苦多麼的不容易 但是你謝家的公主 可以含著金湯匙出身 有這樣子的這麼大的豪宅 不只這一棟 這是我們要質疑的 而且是我們希望他要講清楚嘛 你到底是怎麼取得這些土地的 你不能說我沒有官說 我沒有官說 你這樣子的回憶 沒有辦法說清楚講明白 你沒有官說你如何 為什麼董事會沒有資料 為什麼沒有公篩標售的資料 你就可以六百多瓶 蓋成你家的豪宅 來 傑民哥 我們看到民進黨說 這個國民黨的四大家族嘛 那看起來在地方的勢力 是非常的讓人覺得很可怕的 因為李全教怎麼會做出這種 明明他也曾經是因為這個黑金 然後入獄過嘛 他竟然是可以對綠營架脖子 還說我哪裡黑金 你說給我聽 再來高宏安的部分 他的施政報告竟然是可以 藍白核的結果 原來是沒收議員的質詢權嗎 你可以看一下李全教其實在 他過去當議長 他其實對於台南的議員 他是那種大哥級 我是大哥 然後因為這個國民黨的議員 又重心拱月嘛 贏刀又喝樣 所以他對議員的態度就是 順我則昌啊 你這個小議員在我後背啊 你竟然將我黑金啊 我直接當眾 他是刻意當眾 直接羞辱這個議員 目的是什麼 我今天是以前的議長啊 我是現在要選立委的 我在台南是大條的 你這個朱議員算什麼 好 朱議員現在告他 我覺得這件事情 是一件很必要的事情 可是你可以看一件事情 這種在南部 什麼雲林張家啦 這種什麼這些人 他們自以為在地方 是有派系的時候 他們特別的凶狠 但是我覺得都是這些 可能是地方的派系喔 這個已經沉寂很久了 但是在很難想到 新竹市又有新的派系出來 這叫做豬 這個叫做高家天下 這個 我們說藍營的這個家族啊 我為什麼說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這事情 早就已經已經 已經在醞釀了 你知道之前 不是為了所謂的 到底有沒有這個 今年年底 就是跨年的活動 原本沒有預算 他就一口氣 就拿了360萬元 要來做預算嘛 當時就說啊 以前沒有這樣搞的 後來呢 反正事情 這個沒有事 今天又爆出一條條例 我不得了了 你知道他打算喔 因為新竹市整個預算呢 其實不是很多 以前在這個 以前林志堅時代 慢慢從150元 慢慢ㄍㄍㄍㄍㄍㄍㄍ 因為很多建設要做嘛 這一次高鴻安直接 281的預算 281的當然你會想說 這個台北市有2100 對281 但你要知道新竹市人口 也不過就四五十萬人喔 280億元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數字喔 那只去檢測出來的時候 不得了了 其中就有一項 我們只要看一下就好了 他竟然要做以前 當然為了了解地方的一些看法 但我要說 新竹市不是很大的地方 你在新竹市點對點喔 大概開車你超過30分鐘 都算遠了啦 30個小的地方 那以前也有做民調 好像林志堅 在去年的時候 他的預算一年是40萬 做一些民調 你知道這一次他一口氣 要做多少嗎 他打算要做到260萬的預算 只光這個小事情 有人說嘛 這個擺明了 不是在做民調 在做撒錢啊 他每個項目喔 他特別是在做社會福利裡面 大幅增加 我這樣講 新竹市 你增壓這麼說社會福利 你到底增壓在什麼地方 所以換個角度來說 對於高榮安來說 他現在要夾這個預算呢 其實要鞏固民進行之間 你知道新竹市大發財啊 很多的這種補助錢啊 幾歲幾歲 透過那地方的什麼一些賣場 不斷地宣告 好了我要問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你今天已經舉出來了 你今天已經出來一個 新竹市歷史以上最大的預算案 一般來說市長就要負責任嘛 我這樣講 現在呢對於新預算呢 有一個人 一個人他很不會去跟這個新議員 剛才我聽說什麼比較小條 我突然言人心酸 因為呢 侯友宜一上任的時候 也沒對大家來做負責他的新的預算 但是你知道嗎 那是沒關係那是去年的 有新議員你沒有報告 沒關係你去年報告 但是這是明年的預算喔 280多億元喔 是新竹市最高的 理論上你在做預算報告的時候 請問一下你要不要讓議員來 議員來質詢 要啊要監督嘛 開什麼玩笑 在藍白河之下議長敲槌 這個高歡迎講完之後立刻散了 你知道當眾的所有的 沒有巡答就散會 民進黨的議員傻掉了 這以前過去就算是國民黨執政 也會尊重這個民進黨的議員 就是大家會去想 如果未來的國會是藍白過半的情況之下 那會變成怎麼樣 你可以想變成新竹高豪安模式嗎 你可以想錢你不會過了啦 什麼東西他們想要不要就不要 想要就要 這個事情其實跟新北市真的很像 只是我沒有想到的事情 新竹是一個高速成長的城市 他們平均年齡39歲 那很多建設要去執行當中 那在大家我們很好奇 就是你新竹市的大火徵戰計畫 你到底要不要進行嗎 你總是用議員來回答 最後可以看得出來 在2017年2018年的時候 柯文哲是完全站在韓國瑜的這一方 而把吳英明當成棋子 把他砍了嘛 那他才可以跟所謂的韓國瑜 所謂藍營 不斷的藍營靠攏 這個是柯文哲在政治謀略上面的操作 跟農營一點關係都沒有